英国各地最近爆发抵制种族主义的示威游行 伦敦星期六迎来规模最庞大的抗议 数以千计的反启示的民众走上唐宁街 痛批英国一些人恐怀和排华 参与伦敦唐宁街示威游行的 还有反种族主义的慈善机构告诉妈妈 示威者指出 以色列与哈马斯从去年10月点燃战火以来 英国境内就发生了超过2000起 仇视穆斯林而引发的罪案 慈善团体社区安全信托也点出 反犹太案件多达2700起 再过四天也就是来临星期四 全球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淡淡